各位電影姊妹你們好啊 我們要開始今天這個網上的釋經討論會 我們現在是繼續講到關於素林恩賜的 而其實我們現在這段時間是繼續講那些經文 我們現在的經文是繼續下跌的 就是由之前那裏講到楊素林恩賜下一段所講的 可能是前書十二章十一節開始 我今天傳給大家 我們先看一部分 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 隨己以分給各人的 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許多肢體 而且肢體雖多 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 我們不驅使猶太人是希利利人 是維奴的是自主的 都從一位聖靈受洗 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靈 身子原不是一個肢體 乃是許多肢體 切若腳說我不是手 所以不屬服身子 他不能因此就不屬服身子 切若耳說我不是眼 所以不屬服身子 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屬服身子 所以不屬服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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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到這裡 這個兒女的關係 所有神的兒女 就是教會的關係 教會就不屬服身子 教會就不屬服身子 教會是指所有信耶穌的人 就是教會 在神学上有称为Invisible Church 就是说到这个不是你看到一个建筑物的 就是所有的信徒就是教会了 所以这里所说的是Invisible Church 是看不见的教会 当然人们看得见,不过就是看不见那一幅墙的 而Invisible Church就是指看到一间教堂 这个经文就不是讲那样的 所以其实最主要基督徒是我们是属于这个Invisible Church 我们看不见的这个教会 这个就是我们属于这个主的身体 而我们应该最关注就是主的身体 最关注就是整个教会 所以其实事工不同的事工有两种的 一种就是帮助个别的教会 那这些是必须的 帮助不同的宗派 不同的教堂 然后另外也有些事工是帮助不同的宗派的信徒 那我们复兴宣教的事工都是一个跨宗派的 希望帮助不同宗派的一个事奉的事工 但是当我们做这些事工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抢弱 就是好像说服人去离开他的教会 叫他们跟从我们 我们是建立人在他的教会里面去中心 好,那我们在第一节那里开始讲了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己以分级各人的 那这里就讲到就是说 神赐给人各样的恩赐 是随己以分级各人的 那有些人听到随己以呢 就觉得哇 神会不会是不公平呢 神会不会有时 就是好像很偏心呢 神会不会是 就是不给那些最好的东西给我呢 都有颇多人有这个信念的 虽然他们口就没有说出来 但是在他们的言语 他们的心态里面呢 我们看得到他呢 他是觉得神不是很公平的 神是有点偏心的 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了 譬如有人这样讲 他说神很偏心啊 神又不给那些恩赐给我 神又不帮我 我有很多困难 神又不帮我 那神随己以 那更加不公平 那随着他的意思 我想问一下大家 大家可以怎么样回应呢 那先会问一下他 他在哪个位置他觉得不太公平 例如呢 他可能觉得有些人 有上台讲道的恩赐 但是他没有 那我想我会这样认 就是可以是亲近了神先 因为神是会跟着那个人的意愿 和那个人的能力 就是他多少就给他多少 还有这个人呢 信从多少就会再给他 嗯哼 OK 嗯 OK 多谢你啊 你回答了一部分的 就是说他信从多少就神又给多少 那只要我们回答他 神是不是公平 嗯 我们有些什么其他圣经的观念 可以去支持这些呢 就是这个观念 神到底是不是公平呢 有没有人想回答呢 OK 是你想说 是呀 那譬如圣经里面 其实都彰显神是公义的 嗯 例如他用日头照好人 也照坏人的 嗯 那都是 譬如有些罪人犯罪啦 那 神都是给机会去说 有圣灵催促这个人 所以 那都是公平的 最终 是那个人愿不愿意去受教呢 嗯哼 OK 好 非常好 就是 神是施恩的 是祝福人的 那我又问一下大家 圣经是支持 到底神给人的恩赐 的程度 是不是个人一样的呢 不是一样的 是 你有什么圣经的支持呢 恩赐都是各不同的 是 这个不同呢 除世人呢 除己意呢 是分级各人的 OK 那我所说的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程度 程度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一个人有 就是这个医治的恩赐啦 一个人有行二能的恩赐啦 有先知的恩赐啦 那是不是个人的恩赐都去到 很强劲的程度 因为这个恩赐有不同的程度 有什么圣经支持 有什么经文支持 是不是呢 圣经那里讲过呢 说神会给人不同的恩赐嘛 那他会给呢 这个五千两的银子 那个呢 给一千两的银子 那那个就已经是有 那个的分别啦 是不是呀 是啊 没错啦 就是这个 这个五千二千一千就是程度 就是不是不同的恩赐 是程度 去到什么程度 就是有些人呢 神是赐给他五千两的银子的 有些是二千 有些是一千两的银子 就是不同程度的恩赐 那有些人就说 那公不公平啊 你看那个人这么多恩赐 是公不公平呢 这样我们怎么回答 就是比如用个例子讲啦 那比如有人 他呢是 他思想很敏锐的 他的语语是非常清晰的 那他呢就 就是当他去 讲解圣经啊 神的 他很有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那有个人呢 他那些有读写障碍的 那他呢就 那就是有些人似乎 他们那个能力是弱点的 他也都他们的机会是不同的 就是比如有些人的机会 他们是读很多书啦 或者读很多神学啦 或者他从不同方面学习很多啦 那有些人是 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啦 譬如他家庭很贫宏啦 那他要赚钱养家人啦 那他又想侍奉神 但是他的而且那个机会没有那么强啦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怎么回答 是不是公平呢 那其实每一个经历呢 都可以是 是 经历到上帝的恩怨 就是每一个的经历 不是平安牌 不是 就是 就是每一个经历呢 是 神都是想 是 可以读一些东西 你可以读这个经历呢 来到 吻药到神的恩典和属性 再将这些东西去帮助呢 可能例如跟你差不多半年的人 嗯哼 是 就是说他 如果相分一个呢 他生活得很平顺啦 是一个 就是一出生很有钱的人 他经历到神啦 那他未必说到一些 对于是 比较普通家庭 又或者是低下阶层的人的经历的 未必说到的 是 那你所说呢 就是说呢 他们的经历 是可以成为 他们的祝福 可以帮助他们 这个都是一个 一个回应来的 OK 非常好 啊 那我 我想说呢 就是 嗯 跟根据 《马太福音》25章 那里讲到 这个5千、2千、1千两 针子的比喻那里所说呢 按照人的标准 就是 人的 就是每一个人领受的恩赐和机会 按照世人的标准呢 是 不是公平的 就是不是个个一样的 那 我意思是公平的就是按照世人 就是他是收多一些 这个是收少一些的 但是呢 在神的 審判呢 就是公平的 那我 我就说 就是说 在 人的标准 就是 真是有些人的资源 是强一点的 那 所以人的标准来说呢 他是收到多些东西的 那 但是在神的标准 为什么不是 就是 为什么是公平呢 因为呢 那 一千两 他赚回一千两 他就是一样得到这个赏 另外呢 在 马太 福音十章那里 有讲到呢 就是说 人因为先知的名 接待先知 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人因为二人的名 接待二人 必得二人的赏赐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 只拜一杯凉水 吸这小子 累得一个汗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能赏赐 那就是说到呢 一个人呢 他 他 他不是先知 他做在先知身上呢 就会得到什么 大家可以回答 谁都可以回答 我刚刚说了一个经文 我刚刚说了一个经文 大家可以用一个经文回答 那经文就是说呢 他不是先知也好 他接待先知呢 就会得到先知的赏赐 所以呢 他会得到大赏赐 虽然他不是先知 他也可以得到大的赏赐 我转一转麦 喂 是的 是的 那所以呢 虽然那人不是先知 他没有先知 那么强的恩赐 但他接待先知 他可以做的事 去祝福神的义女 那他就得到先知的赏赐 他接待二人 就得到二人的赏赐 就算接待一个小子 把一杯凉水给他 都不能不得上次 那所以这里说给我们听 就是说 将来审判的时候 不是根据我们做了几大的事工 是根据我们有几中心 就是我们全心 中心 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 做我们应该做的事 神吩咐我们做的事 这个人就会得到 另一个人有很强的恩赐 他所做的事 那当然所做的事 我们应该是 跟神的戒命有关 因为 神的吩咐是什么呢 就是传福音 建立灵命 亦都是爱弟兄姊妹 就是 跟戒命有关 有时有些人做了很多事 是 跟神的戒命是 很 很大的距离的 那譬如我说个例子 譬如有人做很多活动 那他就 他的心 或者他的表达就是 我希望他们信耶稣 不过是很久很久都不会说圣经的 他很久很久才说一次 那他说的也不说得深度的 这样的时候他虽然做了很多工 他做了很多工 他招聚了很多人 也有相当的人口头说信耶稣 但是呢 其实也都很明显 当他不是真的跟了神的路 真的爱主的人是少的 甚至有很多在他中间 是说名信耶稣 但是其实没有信耶稣的 就是他没有跟从神的方式去做的 的时候呢 他就算做了很大的事工 很多人 或者口头上说信主的很多 但是在神眼中呢 他们不是跟从神的方式 这样的时候 他们的赏赐是少的 甚至有很多是草木和佳的 不一定是草木和佳的 在乎他的心智有多少 因为我听过有人呢 就是同一些群体 侍奉 那他就 只是注目在 有多少活动啊 那而旋呼音啊 那些是放得很低很低 很久很久都不做的 那就 就是其实这个情况 到底他是跟从神的心意 因为他跟从教会的方向 就是有些教会的方向 就是你招聚一些人 那你就是做好 你应该做的了 那有时候会有这个情况的 那所以我们就说 原来呢 我们是跟从神的方式去做 就算我们的 就是本身的恩赐是弱的 没有那么强的 总之我们忠心去做呢 神已经喜悦了 那譬如有些弟兄姐妹 他经常都向周围的人传呼音 很努力地传呼音 他和一个很 就是 一个很忠心的牧师传道啊 他所得的赏赐呢 可能是有得给的 那当然 这个真的在乎 他的生命的投入 那ok 那 因为这个经文 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经文呢 是支持这一点 就是说呢 就是说 不是在乎 我们做什么 是不是做先知 而是接待先知呢 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 就让我们有信心了 就是我们总之 无论做什么 是合乎神 心以神都欢喜的 ok 有没有人有 有问题啊 有没有人 有先我讲的经文呢 就是在 马太十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的 好 那我总括回来 我们今次只是讲一节而已 就是 总括回来 有两点 就是 就是呢 聖灵是随己以 将恩赐赐给人的 而聖灵随己以赐给人呢 不代表他是自私 他是 心态是 祝福每一个人 但是在天国里面 是每一个人的 身份是不同的 如果个个都是口 个个都是讲道的 那么 没有人做其他工作 所以一定是有不同的人 那也都有 有些人的恩赐是比较强 有些人的恩赐 没有那么强 那这个呢 是 很多 就是神有他的高度智慧的 就是可能有时候 那些人没有那么强 呢 他能够看出那些 没有那么强的人 那 就是他们能够某程度上 去帮助到那些 比较弱势的人啊 或者是 有些没有被人注意的人啊 那总之神是 比得各人呢 神是 每一个都爱 神每一个都想提升 每一个呢 神都 纪念他们所做的事 就算做在 所以耶稣特别地说 一杯凉水 都不能不得赏赐 就是神特别说 什么小事 神都纪念的 做在先知身上 神都 就将先知的赏赐给他 那就是神是公平的 那 那也都我说一点就是 按照世人的标准呢 是不公平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真的 恩赐很强 有人的机会很多 有人的资源很多 有些人是没有那么强的 按照世人的标准 是没有那么强的 那但是呢 按照神的标准呢 是公平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算 他收的恩赐是弱 他忠心的时候呢 他都会得到同样的赏赐 所以我们不需要介意 我们自己恩赐有多强 我们就按照我们的恩赐 有人很强的 就发挥很强 有人是弱的 那我们就发挥 去到我们能力 去到那个范围 那当然每一个人都应该追求更加好 更加怎么样进步 那我们应该追求的 那但是呢 就不用去比较了 比如有些人大敬拜 比如他唱歌的能力 有些人的确是天生 他的音乐质素是强很多的 唱歌的声音漂亮很多的 或者他能够表达他亲近神 那种他那种投入 是影响人更多的 这个是真的有天生的质素 这个天生其实是神赐给他的 那这个是他 就是神特别赐给他 他是可以善用来到去跟从神的 去行神的路的 如果他忠心的话呢 他是很蒙福的 那在按照果效来说呢 有时恩赐很强的人 他的而且果效是很强的 就是比如说有些报道家 在一些国家他们做的报道会 有时成一百万人啊 很多很多人 那他的果效是很强的 那他忠心的时候 神是喜悦和大大的赏赐 和祝福 那但是呢 有些人他恩赐没那么强也好 他全心全意去做 也都求神赐给他智慧和策略去做的时候 神都是喜悦的 好 有没有人有问题 我只是主要讲到这两点了 今天 我们一起祈祷 好啊 我们求神去祝福我们 我们感谢神赐给我们恩赐 都是神所赐 所以我们就欣赏了 多谢天父赐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都去发掘我们的恩赐 有些什么恩赐呢 在之前 林前十二章八至十节那里列出的恩赐 有些人说我不是很强这些 那首先呢 耶稣说到信的人哪有神 除了他们就是奉耶稣的名 可以赶鬼 以及守爱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是个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权兵的 所以我们是个个都可以做 那当我们亲近神 主理生命 我们就可以去做的了 而可能有我们不同的恩赐 有些人能够看出人 能够关心人 照顾人 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 他揭力去做 神也是喜悦的 所以我们发觉我们有这个恩赐 我们就去善容 去珍惜 求求帮我们每一个都珍惜 我们的恩赐 并且发挥到一个高的层次 好 我们一起亲近神去祈祷一下 大家可以站起来 放松个人去爱慕神 有神的灵大大的临在 亲爱天父 多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神你是美善的 在你里面有各样封诚的恩典 你有所有的恩赐 神你能够赐给人的 当人越爱主的时候 神能够将更大的恩赐 和更大的程度赐给他 叫他能够带着这个恩赐去祝福别人 带着这个能力去祝福别人 主施恩 多谢天父 神你赐给我们 实际是很丰盛 神你将很多好东西都赐给我们 我们每一样从你领受的 我们都学习去欣赏 去感激 神你赐给我 口才智慧 有勇气 有人很有勇气去传人呼音 我们就感谢神 我有这个勇气 是神赐给我的 有人是能够放下自己 不被人影响 去在任何情况都见证耶稣的 这个是恩赐来的 神给我们的智慧和能力 多谢天父 求主使用我们的生命 都帮我们发挥生命 有机会就去尋找机会 接受训练 让我们整个生命更大的提升 求主帮助我们珍惜任何的机会去学习 珍惜任何机会去发挥 去表达 去分享我们所经历的 在网上去分享 向别人去分享 让我们所经历的能够祝福多人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求主帮我们忠心 将身体献上 整个生命献上 神你就喜悦了 我们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恩赐财干 时间 机会 我们所有的资源 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去使用 去荣耀祢 去祝福别人 多谢天父 感谢天父 有神真好 有神万事足 Hallelujah 神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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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珍好 神真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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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我珍好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求主诗恩 祝福我们生命 提升我们生命 发挥我们生命 也都赐给我们动力 去全面性发挥生命 多谢主 感谢主 来奉主耶稣性命 阿们 求主帮助我们 各个都尽力全心的 发挥生命 求主大大使用 大家 有没有问题 想问我刚才说的 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 那大家记得 我们现在 晚上 是只有 星期二 和星期三 所以 今晚 是没有的 因为今晚 是有组长 副组长的聚会 OK 好了 那我们明天再有聚会 刚才是否有姐妹想发言 是 是 你说 如果有姐妹想说 是啊 我去街边 不说 不说 多谢 多谢牧师 多谢牧师 好 多谢牧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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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你下班 我再不说 是 可以说的 好 因為之前有個姊妹說謊言的因恥 她說叫我們不要去渴求這件事 她說剛才牧師說聲明隨己意給我們 但是不是真的不可以渴求呢? 因為我見之前教會有個姊妹 她在我們聚會當中經歷了謊言 但事後她說見證分享 其實她都很渴望有許餅廣謊言的因恥 她說這件事都祈禱了一年多 最後神都給她 就等於之前學生說 另一個姊妹說我們不應該渴求這件事 那是不是我們不可以渴求呢? 說了很多前書十四章一節 你們要追求外有要切無屬靈的恩恥 其中更要善無的是作先之講道 或者一說語言 這裏講到切無屬靈的恩恥 但我來說我就會這樣說的 不要只注目在一個恩恥 是注目在神的恩典 神一定會給足夠的給我的 也都是切無首先與神的關係 讓神的生命彰顯 所以我會強調 就是我和神有強力的關係 神的恩典 神的愛 平安 喜樂 能力 憐憫的心 由我生命發出來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神就會賜給我們恩恥 但是不需要刻意注目在謊言 或者是醫治的恩恥 或者是預言 即是我們不需要注目在哪個恩恥 神給我們哪樣 我們就用哪樣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神隨己意 所以我們就不去勉強 好像說我一定要謊言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就 將那個強調點 即是放在謊言 是很強的 比其他很多東西都強 甚至比憐憫人 關心人更加強 我們應該是 羨慕的神的關係 有神的心去憐憐人 這是最重要 有神的心憐憐人 神的自然 像他需要的恩恥 但是我們可以渴望 但是不需要放所有的力量 放在謊言 或者是先知 或者是某一方面的恩恥 但是我們可能很難去界定 究竟這個人 只是單單要這件事 可能他只不過是有這樣的心願 其實他也有其他的渴求 我們不知道的 但是我看到他自從領受了謊言之後 他看到他的生命 是有些改變的 比如他對傳福音 很熱切 大人信耶穌 不是說只是謊言 你領受了謊言之後 可能他有其他的生命 更加會被提升 或者更加渴望上帝 更加願意去 去傳聞福音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 方言會帶來這個效果 但是可能他自己有個心 就是覺得領受了謊言 可以跟神更加親密的 溝通 可以做就自己 是的 未必一定是唯一的 好的 我們不去判斷他 這個不重要的 我鼓勵大家 不要注目在方言 也有時候有些人會強調 如何去到什麼 你說方言 就是所有問題都會解決 那個恩賜會很強 接著那些人就會自動走入教堂 這個就是 就是聖經沒有說的東西 就是有些人很強調 就是某一些恩賜 就會帶來那些人自動走入教堂 就是聖經是沒有說這樣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從他的見證來講 他祈禱了一整年 但是上帝都一樣給他 其實上帝都不是介意你 就是有這個渴求 是不是這個意思 我會這樣說的 他 因為他渴求的過程 其實他心裡做了很多事情 其實他的靈命更新 是不是因為 方言因為他渴求 他可能是因為渴求 所以他整個生命提升 是不是單是因為方言 這件事情我們不去判斷 但是我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渴求方言 或者渴求任何的恩賜 但是我覺得更加重要 是渴求神自己第一 第二 渴求神的屬性 他的愛、憐憫、恩慈、聖結公義 這些 我們渴求這些 那也可以渴求恩慈 讓我們能夠使用 譬如說 有人想傳呼音 他很想能夠有恩慈傳呼音 這個是好的 是好的 他是可以努力的 因為我自己是覺得有些人 就誇張了方言那個能力 就好像很多事情的改變 都是因為方言 就變了有些人很注目 去方言 也都是很多聚會 就叫人去嘗試講方言 那這些我也是覺得 就是他的注目點變得太強 而當我們分享的時候 我們告訴別人 譬如我對於這樣的分享 我的援應 就是有人說 我祈禱一年 然後我得到方言 我覺得他平衡的話 他應該說 我一年我真是親近神 我看眾神 我生命被神改變 我也同時得到方言 那他就不是好像 方言好像單獨 好像這件事情 就是他的注目點 就是他分享的時候 他都可以說 他在這一年怎樣尋求神 親近神 被神改變他的生命 提升他的生命 也都感謝神 賜給我方言 那就是變成這樣的平衡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 會這麼強調方言呢 其實有時候是因為 那個他所受的教導 就很強調 領受方言之後呢 你就會很高度的提升 就好像將方言放高過很多東西 就是聖經講的 體重的就是用心靈誠實敬拜 還有追求愛神 去憐憫的心 這些是聖經很體重的 很體重 還有我們如何祝福人的心 這些是聖經體重的 恩賜是隨幾二分級個人 我們切募 但是呢 肯定這個聖經 根據整本聖經的教導 切募第一是切募神 然後切募神的心意 切募愛神 切募關心人 然後也都同時切募恩賜 就不要將切募恩賜 放高過其他那些 因為這樣的時候 有些人就會變成 追求某一方面的恩賜 或者能力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會 有時候就好像覺得 有了恩賜就解決了 有時候有些人很強調恩賜的 就是說 這個人很有醫病的恩賜 那就高舉這個人了 那些人有時候會驕傲 就變成他難阻了神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 我鼓勵就是平衡 或者這個姊妹 沒有穆斯利那麼全面性去訪的見證 但是之後她領受了方言 在我觀察之下 我看到她的生命 她是有神的愛的 她也有學武神的 之後她也進入監獄的事工那裡 去服侍一些女囚犯 我相信 你沒有神的愛 沒有那個忍耐 那方面 其實服侍那些女囚犯 其實不容易的 我相信她是有神的愛 我絕對不是去否定這個人的 我只是鼓勵大家 我們分享的時候怎樣說法 我也是同時說的 有些人有方言 但是他們的生命是停留的 這個真的在乎那個人 怎樣毀身 對神毀身 還有有平衡的 對神的吩咐的跟從 對神毫 我絕對不是批判這個人 對神毫 對神毫 不重要 不重要 其實我不是說她做得對 我只是鼓勵我們聽到這個教導之後 我們講的時候,就平衡了 明白 心態也平衡了,不要把因子放得那麼高 好的,謝謝你 謝謝你們,謝謝你提出 是非常好的,因為你提出 我可以回應,大家可以更加學習思想 謝謝你,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